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大家好,間中會聽到有人說生蛇,學名叫做大藏拋診,不是患者親身出過這種診,都不知道真是有多痛和癢,一陣會報道。 現在首先和大家介紹一個新像話家。 抽象畫可能大家都見過不少,但有一位畫家的抽象畫,從三年前出道至今,畫作性格十倍。 大家可能未有所聞,他就是今年只有15歲,患有自閉症的多倫多學生Niam。 Niam不懂得用語言表達自己,畫畫又不用畫筆,別有工具。 他憑獨有的畫畫風格,表現所思、所想和所講。 他的畫作年產不多,非常熱賣。梁嘉儀報導。 是這個狼藉一片的畫室, 充斥著濃熱的化學油彩味。 有數以上百支,每支用過少許就不再用又乾又硬又髒的顏料。 15歲患有高度自閉症的Niam, 關上換上滿佈遊舊和遊彩的畫畫用三褲。 是這個屬於他自己的創意天地,發揮他的小宇宙大工程。 Niam的媽媽Nina形容她的兒子是non-verbal,沒有語言的自閉症患者。 Niam如果集中精神,會聽得明白別人跟她說話,給出適量反應。 不過Niam怎麼都猜不到,兒子只是在三年前開始學畫畫, 試隔兩年。 Niam的畫可以賣到五千至六千五百元加幣一副。 Niam在二十五年代上療療療療療療療。 他不太好在畫畫,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到他有藝術才能。 因為我會看他的刀技能, 例如文字形成功, 和他的能力去畫, 而他們並不太好。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到他可以畫畫。 Ena說,自從兒子被斷定患上自閉症, 他已經無奈放棄原本想培養的兒子的計劃。 三年前,在一個偶然機會下, Niam畫了一幅油畫。 Ena隨意將一幅畫鋪上社交媒體, 輾轉被轉發開去。 竟然有人在紐約出價七百美元, 要將一幅畫買下來。 一家人包括Niam自己, 變得有信心, 鼓勵Niam繼續畫畫。 所以我承認, 他正好在這裡, 但他不太好在這裡。 我知道他會不會說話, 但這並不代表他不能說話。 我感到很開心。 我感到很開心。 我感到, 我們成為一個家庭, 他成為祝福。 我們評估了他, 我們鼓勵了他, 而且我們便保禁了他的 talent。 我們支持他。 我們有個長的名家, 他們想要他的畫法。 如果我們有新展示, 它們會租出來 24小時。 許多人都會贈出 急著最後的畫法 當我們在網上傳載它們通過24至48小時 我們有售賣和售賣給印象 遠處於英國的售賣 這裡其實有領導線 這是正面的線路 和畫面的線路 Marco是一個藝術品鑑定家 他在2015年開始代理售賣Niam的畫 他說在他二十多年的專業生涯中 未見過像Niam一樣獨特的畫家 賣家到重情Niam的畫有特色畫風 就是多層次的油彩中隱含寓意 Niam不是用一般畫家所用的油掃或畫筆 他只是用這種裝修或維修用的鏟仔去畫 這個鏟仔沾上Niam多年來 沒有用語言表達過的喜怒哀樂等各種情感 當中有一個強烈的訴求 就是要與人溝通 每次掃落一抹顏料 所用的色調和上個圍字 看此隨意 但從記者觀察 Niam在樂彩前都會專注想一至兩秒 實則亂中有序 溝圖豐富 有所記意 今天完成一層油彩 過幾天的顏料乾些 Niam就會再畫上第二層 於是這日復一日 大約會花上一個多月 畫上六至八層不等 但是不是每一層都完全覆蓋之前所畫的那一層 他會在層與層之間留下一些孔位 等看畫的人看到他之前畫過的層次 在這些孔位上看上去的色調配搭 層次和重複圖案 其實隱藏了一些 Niam想表達的信息 就是他極致想與外界溝通 而畫本身就是一個 他與外界溝通的渠道 Niam being non-verbal He has a very deep need of communicate And if you see the way he composed his art his painting and the way he put the color on the canvas You can actually see the cadence of a human speech in it It's all about his needs of communication 所以他的畫並不是集亂無章 而是有一定的複雜性 全部都是以層次的形式來表達 So there's one painting it's called self-portrait And the self-portrait is a painting of Niam And you might think when you think that an artist is making a painting of themselves That it's actually a rendition of their face or their body But in Niam's case What he did was his first layer Was a painting of the ocean The second one he layered land on top And he kept layering sunsets And then the final layer Is you'll see it's a magnitude of blues and purples and greens And then from across the room He ran with a long stick with orange oil paint on it And he threw it onto the canvas And it made this round dot And that's him He's an orange dot In a sea Of blue And in a world That's uniquely same But he's uniquely different He's the orange dot And that's his self-portrait So his expression of himself And he's aware that he's different Niam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大約畫了六十幅 面積大小不同的畫 有五十幅已經埋出 售賣的途徑 通常是年紀才舉辦一次的畫展 畫往往展出幾個小時就會埋伏 除此之外 也會有買家透過網上郵購畫作 買家都是來自小的各地 Niam is so young So artistically mature Is something really exceptional But Bayer doesn't just buy his work They buy his history Because you know the The fact that he suffer from autism Is not really a limitation in this field Because he sees like we see But differently He thinks like we think But differently And this is exactly Two elements that are required to an artist To distinguish and affirm itself So we This is an undeniable theory He was selling everything he was producing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inquiring for new paintings Inquiries were coming from almost everywhere I mean from the US from the UK I mean from the US from the UK M e n e n g g 已經完成 I n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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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p d h m e s s s 將來可以進入幼室的專上學院深層美術科。 美術老師對Niam的畫畫天分感到驚訝,又欣賞Niam的行心和對畫畫的熱誠。 的動作,的動作,的畫面,的特色,的畫面。 它是… 其實是… 是… 一種藝術的古代,在那一陣子,那一陣子,那一陣子, 他對他愛的,他愛的,他愛的, 他愛的,他愛的,他愛的, 那一種藝術的感受, 你知,你知… 他人的感受,他人是在那一種補充的 我找到他們很有趣 他們很 complex 他們很驚訝 它是難以我去討論 他們的語言 最好的方法是通過的畫面 他可能不可以說太多文字 但他知道 Lena直覺覺得,Niam隱藏多年的藝術天分,其實是在Niam至少接受密集式行為干預訓練的時候被培養出來。 到人們表現出畫畫的技能,Lena又帶兒子到外國不少畫廊想畫。 在多倫多,又特別租了這個工業用單位,即是這個畫室,被Niam正用來畫畫。 由於Niam的手、壓物件的方式有別於一般人,Lena特地找人特製配合Niam手型的畫畫鏡仔。 另外,這些顏料要特別訂購,一貫就要180元加元,Lena買滿一個假的顏料就花上成萬元加幣。 它是特別的顏料,其實。 這是超過貴的顏料。 這是超過貴的顏料。 因為它是顏料料製造成為藝術者。 藝術者需要顏料製造成特色的顏色, 而能夠製造不同顏色的顏色。 這是原因為何它是超貴重的顏色。 而他使用這種顏料製造成為藝術者製造成的顏色。 這是他所表現的顏色的顏色。 有時興知所自,Lian深夜想畫畫,會推醒媽媽,帶她去畫室。 媽媽就會陪兒子在畫室畫畫自通宵。 Lena真的很疼兒子,也很有心思再陪兒子成材。 Lena的成就,Lena夫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支持, 還要有無比的愛心和來性。 Lena說兒子完全明白,她的畫作有不少人欣賞。 Lena亦都有一顆上進心, 她要比別人畫得勤力、畫得好, 才要獲取特來不易的美術成就, 以及老師和同學的認同。 除了她的進取心和時下年輕人一樣之外, 其實她倒想別人當她是一個普通人看待。 雖然她難以用語言流利地跟別人溝通, 但仍然渴望周邊的人,不要沦飾、包容和接納。 I want him to be happy, and I want him to do the best that he can, so achieve the most that he can and work hard. I would love for him to be the famous artist around the world, and I hope he will be. And I think he wants to be, and I feel that his talent is one that can take him there. Miam的話不單止觸動知音者的心, 而且是不知不覺間正面感影響和啟發他人。 I'm honored to have Miam in my class. He is actually an inspiration for all the kids, because all the kids totally, they watch him,and they're very respectful, and they see how enthusiastic he is. And yeah,it's been a real pleasure having him. The family should allow their children to play, to enjoy different things,try different things, because you never know,right, where that one thing just might be that little gift that they fall in love with and then they run with it, and it just will open up a whole new world for them and make them happy.This young man is a happy guy.